Hello,大家好,我是李克文,欢迎收看战舰世界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来订阅玩玩的视频 那么订阅以后呢,大家会就会看到有更多的关于我们战舰世界的一些精彩的视频解说 以及欢乐的Top10,对吧,都会有 那今天的话呢,也是看到一个新闻嘛,就是官网这边说 轰鸣呢,是要那个下架了,然后呢,我其实对轰鸣这艘船是蛮有感情 因为在当初在亚服的时候,那个CBT,就OBT那个Open测试啊 还没开放CBT的时候,那时候我是没买轰鸣 然后呢,现在觉得很后悔,但我国服第一时间轰鸣出来 我就把它买穿,因为这艘船的话,它的特点非常的清晰啊 那我们首先是说,从雪亮啊,它主要是 上一期以前我也做过一期是关于排位赛的 我基本上是那个rank18到rank10这里五六级的话 我都是用轰鸣打出来的,胜率的话将近80多啊 一路带我飞到了rank10,我觉得是一代工程 那么它的好处首先是,它是一个130的炮 那么苏联系的经济船呢,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把那个驱逐舰啊,就是说是舰长直接 驱逐舰,舰长就直接拉开,拉过来可以直接用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点了这个框的话 它是在那个名字下面,经验条下面有个技能 基辅,看到没有?就是基辅,其他船你都可以用它来练船 而且新的话,外观这里,521的版本的话 它是有是减3%的涂装,都不用花钱对吧 还有还加30%战斗中的经验 那么它获取的经验,经济船获取经验的能力会更强 然后呢,它主要特点就是在于130的主炮非常凶 而且它的AP在打同级别的巡洋舰的时候 基本都是很容易击穿它们的一个装甲去 这伤害就会非常爆炸,你可以把它当巡洋舰来使用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8公里的鱼类 这个是非常非常吊的这些事情 用好了,这个就是一个大杀机 机动方面的话呢,换舵时间非常的短 2.7秒,510米的回转半径 而且还有一个隐藏属性就是 很多人不会去注意,就是它的一个加减速的能力 加减速的能力非常非常强 就可以,其实看它可以达到一种瞬间停船的一种感觉 这个就会非常,比较摩尔曼斯克这种 就是像那个拖拉机这样的,慢慢拖才能停下来 而后面的话就是想要停船直接就可以停 而且的话呢,水面侦测范围是6.8 这个是我带的涂装的 然后呢,建长技能就不需要了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建长技能 建长技能的话,基本上我吉辅 主要也是这样配 然后呢,那个小哈,就是哈巴也是这样配 低低层技能的话 其实如果说有多的点的话,可以考虑 因为我现在16点是没法加 如果再多一点的话,肯定是加这个基础设计训练 增加我们的一个射速,当然首先呢,肯定选用的是灯炮 然后因为他们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炮塔转速不是很快 所以说我用一个转炮塔 那么这里为什么还要出消防员7%的起火概率 在于和取出狗狗,大家肯定都用H1弹嘛 所以说减低7%的着火概率是非常实惠的 而且现在还有这个,监察者加1%的配件 然后呢,我们现在金币配件不是还有才可以多一个嘛 所以说的话,4个烟雾,哇,这个就是爽翻天 然后呢,像4层的两个技能 优先的是乘着冷静 因为我们属于狗斗型的驱逐 如果说你的引擎被打坏了 那你就完了 哪怕你拉烟,你是杀不住车的 会慢慢的吞出去的 然后后面还会考虑进阶射击,射程远了,我喜欢更方便 那在配件上面 在配件上面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就推荐就是减少3%的进水 进水到无所谓5%的起火概率 因为如果说你没出4技能成熟,沉着冷静的话 建议是用推进系统修改型,降低引擎的受准概率 还有修理时间 如果说是出了4技能的话,就是改这个 那5%的起火,然后再加上技能7%的起火概率 就减12%的起火,那基本上这个船就不是很容易着火 对吧,然后呢,这里因为是 我觉得它的一个射速啊,其实是比较快的 然后呢,而低等级的防圈 我觉得是转主炮对我来说,作用会更大一点 所以说我还是用了一个增加炮塔转速 虽然说是增加10%的双填 但是如果说我那个技能出来的时候 我就直接会把这个啊,基础设计训练 它可以增加10%的一个 尖少10%的装填的时间 又增加10%的装填速度嘛 这样的话就可以抵消 那么我的炮塔转速就会更快了 这样收益性也会更高 好,那没有广告,马上回来 我们进入到战斗中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实际的表现会是如何吧 好啦,那我们进入到战斗中呢 那今天的话是选用一局的话 也是感谢我们的DK5KingAIM 我们的5公里提供的这一具精彩的 后面的战斗录像 那大家的话呢 想要投稿的话 可以看我们左下方有投稿邮箱 大家可以把你的录像文件 以及战绩截图 一并打包发送给文文 这个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跑塔转速的话 转的还可以 因为后面机动会非常好 如果说你跑塔转速 没跟上去的话 你会造成 我船在转 但是我跑塔跟不上 这就会浪费很大的一个输出空间 这对于高机动的船来说 一个首要的 哪怕你射速不够快 但是你跑塔一定要跟得上一个 船体的转动 这样子你才会有输出 而且的话 它是前后刺门套 就是说你的 在你转头内切外切 或者说是改大方向的 一个改变航向的时候 你的一个 跑塔就会至关重要 因为你可以将进 因为你要转的话 等于说是我从 七头冲 对吧 变成了拖刀状态的话 我的炮塔 肯定要转三箱 一个三百度 很大的一个幅度 这么转的越快 它的输出空间 就会越高 而射速的话 其实不是就那么的重要 因为有时候大家可以看 有时候我要观察很多东西 所以有时候 哪怕它撞点好了 我不一定会开爆 所以射速的时候 没有那么的绝对 今天这一场的话呢 轰鸣进的是五级房 大家一边都有一个金刚 然后对面有个奥马哈 鼓励 哇 我们只有科尼斯堡 转强剑 它们有很高的优势 驱逐舰的话 是风风对我们轰鸣 然后我们三艘 四级的开五级 对面的话 可能就有 山路易斯三级的船 会比较多 那主要我们的 我们一甲斯拉夫啊 可能说对我们 威胁性会比较大一点 还有山路易斯天龙 这种的话 还有奥马哈 如果去逆境的话 一批弹我们还是 可以有办法 击刷我们的 跟了克拉姆森 进去先回到 我们的第一视角 这里的话 哎哎哎哎 亮了一艘驱逐 但是的话 它没有出来 这里的话 它准备是 喜妙艺吗 准备是喜妙艺 看能不能把它点着火 这里的话 可以想办法 往里面蹭一点 克拉姆森的话 应该是被先点亮 然后呢 是拉了波烟 我们可以往前蹭一点 那在它行迹的路线 当中啊 美式的烟雾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它的美式的烟雾的行进 哦呦 它吃了 被谁啊 索马里海盗船长 就问你服不服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慢慢喜欢 够霸气 这个够霸气 对面的天龙出来了 可以看到 我们的 轰鸣的话 也是切成了 AP弹 那它也是准备是 想是把 鼻点抢下来 轰鸣的话 走鼻点 只要当心 对面的熏洋剑 其实它输出能力 还非常强 这里的话 轰鸣好搭 一发装甲区 它带一点点外切 所以说 瞄得高一点 再来 好搭 再加两发装甲区 哇 五千多 还有八千多点血 再来 漂亮 又是五千的伤害 哇 它要挂了 三千多 七百多根 哎呦 呃 好 队友神补刀 这个人头没拿到 没关系 但是伤害 我们是 已经是打得 非常的毒了 这个环温鸣速度会 有点慢 对 再减少一下 提前量 而且 通鸣的话 其实它的 炮啊 就是说 以点火的能力来说 我觉得 还是不错 但是我们现在 是要小心 就是克莱姆森的 它的一个烟雾啊 应该是差不多 要快消失了 所以说的话 哎 它这边也是 开始动起来了 哦 刚刚想说 可以 小火意识 比较到位 这的话 一个疾风 那它去打疾风吗 旁前面啊 应该还有一个 驱逐界的圈里啊 大家一直站着 一个鼻点 但是的话 它现在一直 没被点亮 对面的话 烟雾已经消失 肯定是要出烟了 哦 在左边 在右边 哦 索马里海盗 问你服不服 索马里海盗船长 问你的船长 索马里海盗船长 对 索马里海盗船长 问你服不服 那这也是甩雷剥雷 其实像 这种超近距离的 我建议大家 使用一个散射型的 一个鱼雷 这样盖面会更广 要不然的话 嗯 命中率会更高 因为驱逐 毕竟血量不多嘛 吃一发 集结就残了 这的话 准备要搞了 搞了 先打一轮 当心它扔鱼雷啊 一炮打上去 好的 1800多 一门主炮打坏了 而且它炮打是因为 为了我们分路口啊 它炮它转不过来 所以说的话 几乎不会对我们 有造成什么 它想转过来 想开炮吗 啊 再跑 哎呦 这一发打的有点多 哇 打到穿头去了 再打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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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打 四发中三发 五百多 来了 跟你说 拜拜 笑 这是把带走 它一波雷的话 是想雷后面的 生路里斯吗 这个倒 没想到 这里的话 哦 旁边还有一艘金刚 距离好近 将近五公里 五公里 五公里有一艘金刚 对了 五公里应该是 已经是练出大河 所以五公里肯定是有金刚的 这个笑话是不是有点冷 这个梗是在哪 每次说到 五公里这个字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某一个人 哦 他决定是准备要去帮C点吗 C点 克莱姆森 其实我们的狗斗型的 去逐渐比较多 哦 克莱姆森 血量不多了 而且的话 对面还有一个机风 想办法去抓一波 天龙也都在这里 金刚在旁边 哎 后面把八公里的鱼雷是可以打的 金刚的话 先甩一波 中不中 其实这里的话 你分散一下 累积的话会更好一点 金刚在这里 现在过去 三点全拿 这一把是 非常的稳 我们的分数加的也会非常多 现在就是往C点去 哦 这波鱼雷 这波鱼雷有机会吗 不大像 你有看到金刚的话 金刚 有机会 但是的话 现在就不管了 这里占据比较重要一点 这里右边是 怀尔明 妙艺 然后呢 去逐渐 他们家去逐渐 也是在右下角 前面小地图 这里亮了一个点 所以说的话 可以想办法去输出 天龙这里 速度好慢 看不到 看不到船 但他速度肯定是 非常非常的慢 而且 古银的话 也都在这里 应该是 刀船拖刀 哦呦 克莱夫森的鱼雷 直接是 克莱夫森的鱼雷吗 对的 哇 没打到 他这里的话 准备是打妙艺啊 看漫漫拉拉 炮线 这里七公里 古银 他切成H弹了 拉耶马 好的 马上停船 我们看我们 大家可以看 他这一个停船 看到没有 这个停船速度有多快 三四多级好 达一发核心区 再来 古银的话是刀船出来 哇 这个精英会有点便 再来一轮 这一发爽了 哎呦 没打出核心区啊 亏了亏了亏了 好的 两发核心五千多 哦 再来一轮 核鸡 跟你说 拜拜 小两个把他带走了 天龙的话 在这边 他是 已经是被封入口 无路可走 这的话是带点速度 把船身转一下 因为天龙的话 船还是会非常非常的脆 所以说的话 AP弹 哪怕130口径的AP弹 这种距离的话 是非常好打 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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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减速 到船 往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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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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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距离到了 好好好 又让我想到上一周的那个托布系列了 这的话天龙这里 就是往山后跑了 前面还有一个击风 这里可以甩过去 生路一次的话是射程不够啊 打不到我们 他应该是8.9还是9点几啊 每次说到这个我忘了 天龙 哇 天龙他就是想要在AP弹爽他了 天龙的话 可能只有一两轮的机会吧 对吧 他马上就要转过来 诶 速度有点慢 速度有点慢 对 秒低一点 看看 这一轮 应该能不能打合 天上不能 这个角度还是有点恶 但是可以把击风想办法抓掉 现在整个战局 哇 我们这里是少了两艘船啊 有点大裂 但是对面的击风也是一路高歌猛进啊 不把克莱蒙森身身位置放眼里 这个他敢冲 而且的话 他开始往右边转了 这的话减少一下提前量 哦 还有波雷来了 雷来了 雷来了啊 这个雷的话问题不大 内切减速都可以嘛 现在没人点得亮我们 问题不大 天龙的话又冲过来啊 我们的一个战略 怀尔明也是冲到了敌人的炮火堆里面 而我们这里的话 圣路易斯血量也不高 这一看能不能把击风搞死 击风 全速上去抓他 这个是最好的 我们的克莱姆森也残了 圣路易斯也半残了 这里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机会 击风 哦呦 这个感觉 有点 有点难受啊 这个话 只有这样秒了 一轮轮打好的 他的轮机被打坏了 再来一轮 好打 赶紧索 拜拜 又是把他带走 现在 千龙这个距离的话 再转 再转 看玉雷 好的 这里的话 换成AP 再看 他又马上切 回到AP战 这种的话 就一定要切AP战 做输出啊 要不然的话 四千多点血 熊羊剑的装甲 相对于会比较厚一点 AP战士可以穿 但是AP战士 哦呦 漂亮 哇哦 两发装牙区 直接是把他带走了 漂亮漂亮 现在的话 圣跌 圣跌你不考虑回头走吗 打圣跌的话 很难受啊 证明 他的话 而且是完全体的圣跌 炮管子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这不像很早的版本 那个生物与死 他们的机动非常差 你凸脸能搞得死的 对吧 哇 这也是看着妙翼 旁边打一巴 看一眼 他的妙翼 然后呢 他还在转 我期待第三次角 大家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就一路猛冲 他也是左右扭动 他的身体 诶 骗他 因为毕竟的话 低等级的玩家 好处不会有那么好吗 所以说 有时候说 高级房靠意识 低级房就靠胆识 右边的话 还有个妙翼 哇 看不起啊 五公里这个完全看不起啊 一半三千多点血 而且的话 因为轰鸣 他的一个分房相对于来说 五级房啊 小五级房就比较爽 所以说的话 会好打一波雷 再扔一波雷 防他做外切 其实这个雷啊 应该是要防内切会比较好一点 最好是防内切 来了 干凌索拜拜 而且一波雷 其实就已经是完全可以带走他 现在的话 哇 我们鱼雷管的话 还要重新装填 这里的话 一个是五十几秒 装填速度的话 一分零 一分十秒的 鱼雷装填速度 还是比较快的 但是 但是 哦呦 哎 打水了 哎 烟雾好了 可以拉个烟 停船洗洗它 而且我们旁边的话 圣路一丝也跑了 看来母神的话 先是单挑妙异啊 哦 当心啊 有低等机防 当心盲射 奔到老船上 你就完了 哎 好像这个 不算老啊 完全没看我 哦 炮塔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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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心一点 我们鱼雷的话 还有十几秒就可以了 但是的话 接近五公里以后 哦 不不 接近两公里以后 会被强制点亮 哦 亮了亮了 亮了 开炮了 副炮来了 哦呦 哦呦 两百多 哦呦 又是两百九 这要动起来 动起来 动起来 三万四吃 三颗全重 哇 死不死不一定啊 难说啊 稍微带来一点点内切 看一下这一波雷 哎 哎 呃 吃是给你吃 一二三号 大概的一说 拜拜 漂亮 哇 其实鱼雷的威力是很大的 就是一波雷 一波雷就能搞死了 现在还有一个怀尔鸣 但我们血量也是不多了 而且现在战局的话 还是非常不错啊 A点我们站下来以后 基本上对面应该 哦 我们的圣路伊斯 克莱姆森的血量都很低 其他的队友 而且我们自己的轰鸣的血量也很低 这个的话 如果对面打得好 其实 奥马哈把我们金刚弄死以后 他其实是有翻盘的机会的 这的话就拉 啊 仗着速度的优势 而且坏掉一门炮 当速度优势看能不能洗 华尔鸣 来了 一点是拿不下来 奥马哈不要去找他 而且我们现在分数啊 800多分的领先优势非常大 对面的奥马哈 被我们A点和这里的两个战略 在包加腿做的话 都是不是大问题 黄二鸣 哇 都是在打H1 他能不能把点着 点着是最好的 就磨死他 哇 我们的克莱姆森 哎呦 他瞄我们 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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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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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就行 继续吸吸他打打 很开心 很欢乐 而且他好像是在 倒船吧 呃 不是在 大家可以看啊 你在这种机头看不出的时候 你看他船头的那个浪 他往前开是肯定会有浪的 就比如说我们像这样 看到没有 哎 船头往前开肯定是有浪的 但是你看到这个船头 对吧 他说明就是几乎是开的不算快 哎 现在浪起来了 看到没有 船头就有浪了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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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浪开始动了 开始抖了 这个就说明他开始 加速往前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小细节 有时候你 点燃成这样 你不可能又看烟嘛 对吧 是看不到的嘛 那这样的话 哎 哎 哇 哇哇哇哇 6000多 还没死 好样的 再甩波雷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他装填没那么快 不要着急 再洗一下 哇 他装填30几秒钟 可以了 可以转了 再不甩了 要出事了 可以转了 华尔明炮塔很多 而且的话 他速度也是偏慢 再来 再来一波 甩出去 哦呦 死了死了死了 这一轮打的就很上 没烟雾了嘛 但是我们一波雷 两颗 该你所办 漂亮 是把他拼掉了 哦 这还不一定赢啊 我们家 哦 金刚 这个肯定赢了 漂亮漂亮 啊 完美胜利 好了 那也是 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